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敢挂鹏哥电话 我是马晓鹏 告诉我你 我不认识你 请你不要打过来了啊 他说不认识我 好 我就让他认识认识我 晓阳 你去 把乔恩山给我带过来 好 方婷 怎么样 一直在家 刚接了一个电话 没说两句好像是答错了 没上过网 午饭也是自己做的 没和任何人接触过 你不觉得越这样越奇怪吗 我就想那陈生他怎么会不乐意呢 不是他不愿意 而是他不敢认 这男人不犯错呀 多半是因为 他觉得 付出和收不成正比 如果他得到的足够多 神仙也能 是一样的 陈生我是一定会搞定的 那你呢 我重启亮业就是一个半仙 是吗 晓阳 晓阳 是你 是你 马晓芬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警察已经盯上我了 昨天突击检查了化工厂 我也被叫去问话了 你这个时候交易 那是自己找死啊 马晓鹏光刻一条 他没什么怕的 我可是拖漆袋子一大家子 你回去告诉马王 交易了事往后拖一拖 我怎么知道 你说的是真是假呀 你到工厂去看看 都被迫停业整顿了 货还安全吗 你放心 我又不是第一天下海 知道怎么自己家传 其实你不出头也可以 把货仓告诉我们 鹏哥自会处理 那不好规矩吧 金老板专门嘱咐 严禁你们插手货物中转 这事我要是告诉他的话 说不说有你 我随时可以让那帮弟兄 把李璇和东东带给鹏哥 要给我交代 等等 你告诉马王 就说我尽快想办法和他交易 看来 赵小洋 他也参与了贩毒 没证据 你不要瞎说 这林摆车的事儿 还有什么证据啊 那万一刚刚 那个人不是赵小洋呢 万一 只是个巧合 我求你件事 你说 能暂时不把这事抱上去吗 什么事 别明智顾问 不行 方婷 你要知道她现在是 马晓鹏的手下 上次你也说了 她只不过就是个小保安 不见得知道 马晓鹏干的是什么勾当 我想给她一次机会 我去找她 问你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行 黄婷 你信信吧 她现在是什么样子 我们都不知道的 你跟那四年同学 朝夕相处 她为人什么样 你不清楚吗 她是为了帮姐姐取毒品 才被警校开除的 你真的相信她会 她会去贩毒 警察 对 警察突击检查了龙山化工 现在工厂还在停业整顿 真有警察在盯着乔云山 目前还不清楚 小心使得万年船 还是再给她几天时间 这样 晓阳 这几天你一定要盯紧了乔云山 设法查出毒草 是 喂 姐 什么 好 我马上过来 彭哥 我出去一趟 家里有事 好 你去吧 等会儿 这个拿着 拿着 好 谢谢彭哥 早去早回啊 彭哥 你对小阳真好 顾家的人靠得住 彭哥 其实吧 我也挺顾家 好 照顾你们在家咯 姐 姐 来的正好 快动了 你 你不是说你病了吗 我不说我病了 你能来这么快吗 你没事啊 医生说 我戒毒提前成功 今天就能出院了 愣着干吗 臭小子 你不高兴啊 我 我就说你能行你知道吗 拿着 咱回家 走 最近工作怎么样 案子特别多 忙 忙什么案子呢 这可是机密啊 不该问的别瞎问 行 不问 不问行了吧 刚当几天警察呀 瞧把你给拽的 那是 姐 看看 我可发工资了啊 待会儿啊 我就去请你吃大餐去 想吃什么 咱就点什么 撒开花了吃 吃什么大餐啊 我得先去趟宁公安局 你去局里干什么呀 人家周队帮了你那么大忙 你不得谢谢人家呀 再说 我还有事想找他商量 不是 你有什么事要跟他商量 我想请他帮个忙 帮忙 这段时间 发生了这么多事 姐心里特别不踏实 我心里特别害怕 怕什么 怕失去你 怎么会呢 你想想 那些毒贩子是什么人 不要命的 我一想到你每天跟他们打交道 我这心里就 我想去求求你们周警官 看能不能给你换个职位 不让你每天在前面冲锋陷阵 你们公安局不是有好多做办公室的岗位吗 姐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可是你让我去做办公室还不如让我去死呢 咱也要不提这事了 也不去公安局 也不去找周队 咱们去吃大餐好吗 可是小杨 姐 你要是再提的话 我就不认你这个姐姐了 你 姐不提 姐不提了行吗 那你答应姐 你可得给我注意安全 姐不图你升官发财 姐只要你 每天而是回家吃饭 吃姐做的饭 我过去跟方婷说两句话 你去吧 你到底在做什么 突然接我姐来了吗 我问你最近一段时间在做什么 工作 什么工作 反正不是警察 这个人 你认识吧 你是在审犯人吗 我有权不回答 这个人涉嫌贩毒 你怎么能跟这样的人搅和在一起呢 你是在跟踪我还是在跟踪他 我也可以不回答 方婷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你竟然拿着犯罪嫌疑人的照片 直接来找我 万一我跟他是同伙 你早就暴露了 你警校白上了吗 不准跟监视人亲密接触 这是铁律 我这不是替你着急吗 谢谢 我心领了 你还是照顾好自己 小杨 小杨 来找你 是为你好 这个乔云山 他有极大的贩毒嫌疑 你一定要跟他撇清关系 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的事 还没有向上情汇报 为什么不报啊 因为我不相信 你解析毒 你最痛恨的就是毒品 我相信你不会跟那些毒贩子 有任何纠葛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在执行什么秘密任务 你嫌进乔云山 就是为了搜集他贩毒的证据 对不对 方婷 你太幼稚了 你竟然有这样的幻想 我郑重地告诉你 不要审查下去 你一旦要是妨碍了我 我对你不会客气的 赵晓阳 赵晓阳 什么事说吧 我问你 乔云山跟马晓峰的交易 怎么突然停了 这得问你们自己 你别带情绪 赵晓 没有一点把 我就把乔云山的场子给抄了 这谁处得搜主别 上面压力很大 我也没办法 方婷整天在那儿守着呢 要你 你敢动呢 你怎么知道的 马晓公让你去跟乔云山交涉 被他看见了 他去找你了 这傻丫头 指着鼻子问我跟乔云山 到底什么关系 这要是被人看见了 我自己洗不清 连他也会有危险 你放心 方婷我会调走的 不过 你现在的工作重点就是 要把乔云山藏渡的地点 找出来 我尽力吧 有什么要求 你可以尽管说 好 给我弄云山和珅的警服呗 还有 我姐出来了 能帮我给她找一份工作吗 我接你 好 方婷 进来一下 什么事啊 周队 方婷 乔云山那里 你就算是不用订完 先帮我把这些材料处理一下 乔云山最近有些异常 我走不开啊 那不还有良制度吗 您这个时候让我做办公室 不是 我哪坐得住啊 坐不住也得坐 这是工作需要 周队 自打我爸出事之后 我就一直绷着劲 想赶紧把案破了 处理材料那也是办案 知道吗 这是命令 去吧 齐大夫 你看我成吗 成 这模样挺好的 技术上的边做边学吧 嗯 做护理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有耐心 来这里的不是孤老 就是身心有疾病的 你只要能跟他们成为朋友 工作就好做多了 嗯 我都记下了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不能来啊 会 怎么会不行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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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呢 还是听姐对我好 你怎么就知道我饿了呢 别废话了 吃还是不吃吧 吃 我真饿了 我跟你说 哎 哎 喂 那周队不是不让你来吗 怎么现在又让你来啊 他要不让我来我就不能来啊 不会想着啊 咋 他不知道你来啊 打击小瓜来干嘛呢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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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周队要知道了肯定得生气 生气也白搭 你休假呢 爱上哪儿上哪儿管不着 好 这周队最近也不知道中了什么血 老是问过不去 这鸡腿肯定好吃 来来来来来 我不要 来来来来来 吃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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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不要 你也没吃饭嘛 出来了 好 厂长您可回来了 出什么事了 追债的 哪里的 郊区化工费料处理厂的 瞧厂长 您自己也太不像话了 这批费料 用过来都一星期了 到现在还没有付钱 你们不是也看到了吗 我们厂正在亭业整顿 过了这段时间 一定把钱给你们了 您不付钱 我们也没办法处理 那批肺料 就堆在那里 也不是办法呀 回去告诉你们厂长 回头我把钱打过去 那批肺料 你们再帮我保管几天 那您再交保管费 少不了你们的 留这里送客 您怎么这样 您怎么能这样 您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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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藏炉地点 很可能就在那儿 可是 化工费料 是要进缝化炉的 这样不是很冒险吗 你不交钱 谁给你免费烧啊 你是说 乔云山不交钱 他就可以 把化工费料处理厂 当做免费仓库 没错 这个乔云山 真不是等钱之辈 好 我这就安排 进行突击检查 不行 为什么 据我调查 化工费料处理厂里的 东西都是有毒的 而且处理厂里面 封闭得很严密 你没有特别搜查证 根本进不去 就算你大匪周章 那进去搜了 那肯定要惊动乔云山 人家一个电话 那肥料全都进了火炉里 到时候连个渣都找不着 那你有什么计划 我会让马晓彭 跟乔云山尽快效应 到时候我们再给他 一网打击 有把握吗 有 好 我同意 但我有一个条件 这样 只要我能满足你的 我尽量满足你 抓住马晓彭以后 我要恢复警察身份 这个 难不成你要反悔 小羊 我是想说 打掉马晓彭 那只不过是砍掉了 藩都集团的一个树枝而已 还有那个绰号叫猪头的 还有金银 那才是根基 如果不把根基铲除的话 后患无穷 你想 你现在费尽 九牛二虎之力 好不容易才打进他们的内部 如果此时退出的话 我真的担心 会对未来的行动 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损失 所以 我想请你在审中考虑一下 你说得到轻松 你摄身处地地为我想过吗 我不想让方婷误会我 我不想瞒着我结果日子 我不想脑袋憋袋裤要戴上 你能明白我的感受吗 我只想 你这么做也太自私了 谭哥别喝了 咱到底什么时候出货呀 咱那批老主 pessimск可都挡着咱们呢 我天天跟他们扯谎 今儿我拖明天 明天要拖后天 你知道我懂护罪也要这张脸了 这 这 这戏我演不下去了 你找别人吧 小杨回来啊 怎么样查的 鹏哥 乔云山的确有人监视着 那这么说 醒乔他没有骗他吗 他撒谎了 怎么回事 监视他的 不是警察 不是警察 那是谁 是猪头的人 猪头的人 你看清楚了吗 我看清楚了 那人就是猪头的手下 老彪 我去把老彪给做了 你等会儿 老是这么急躁 看来咱们得抓紧事件行动了 猪头那小子阴得很 上次事情闹得挺大的 静老大帮了咱们 这小子心里肯定不舒服 这回又不知道变了什么屁呢 免得夜长梦多 张晓阳 你去找乔云山 就是我要见他 如果他赶不来的话 知道该怎么办 好 你 你怎么进来了你啊 彭哥要见你 你这么做可是不合规矩啊 金老板要是知道了 他要是知道了你和猪头联系 他不饶你 我也不饶你 彭哥 这说话可得有根据 根据 晓阳 说给他听一下 这几天我一直在监视你 你跟你老婆一晚上亲热妻子 我都疫情了 你知道我怎么了 你哪这样看见我跟猪头联系了 猪头的人一直跟着你 你怎么解释 猪头的人跟着我 彭哥 这事我可是不清楚啊 你亲密邮淡写的一句不知情 我就相信你啊 你违抗金老大的命令 私底下拉帮结派 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后果 断手 滚 彭哥 不过 等等等等 我怎么做你才相信我 怎么做我都不相信 除非你马上出货 我要见金老板 这个时候你还提金老板 他也救不了你 先放了他 老乔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咱们也别伤了和气 我到了 是 大哥 你 按照以前的规矩呢 交易完成以后 你只能拿到两成 但是我们彭哥的意思 是要多给你一些 彭哥答应给你一成 三 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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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三成 那头臭猪没这么大方吧 是 哎呀 彭哥这么义气 我要再推脱了啊 就有点那个了啊 是吧 彭哥 以前有什么对不住的地儿 您多担待 多担待 好 说好 大家都是兄弟 自己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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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嘛 把事干好了 对 都有钱赚 彭哥说得真对 交易时间定了 明晚十一点 地点呢 还没查到 乔云山 马小鹏 还有郊区那个 华工分量主理厂 我都已经派人盯上了 只要他们有行动 就逃不过我们的见识 这樱桃真好吃 这哪儿是樱桃啊 这是葡萄 你姐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 她挺喜欢这份工作 气色也比以前好多 谢了 雪阳 这次行动结束之后 我一定帮你微服身份 嘴 还 还吃 奇怪了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呢 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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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出门啊 出门干吗去 不是今天晚上跟乔畅啊 我让董虎出发了 现在外面风声起 我不亦出面 你们几个都跟我沾光了啊 今天晚上都休息了 谢谢鹏 谢谢啊 谢谢鹏 鹏哥 高 真高 我们鹏哥那才是 天生我才 必有用 一只红鞋出墙来 我出了有个头啊 没事打牌吧 来 打牌 好 来来来来 打牌 来 打牌 小阳 拿酒去 今天晚上不醉不贵啊 输了喝三杯 好 来 马上都十一点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呢 奇怪 干啥干啥 出错牌 出来 出错牌 喝酒喝酒 干嘛呀 还没动 都急死谁了 我这儿都急电量了 输了 输了 洗牌洗牌 来来来 喝酒喝酒 小阳 你把大家的手机都收起来 今天晚上谁也别被营牛叫走啊 咱们玩个尽兴 好 好 来 快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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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我带去会会治乔云山 不行 会打扫金蛇的 出了什么事我负责 梁智 梁智 干嘛 喂 什么 乔云山跑了 这个点 冬火和乔云山应该干活了 鹏哥 他们在哪儿交易啊 保险吗 我错了 我不该问 没酒了 我去拿酒了 我去吧 他都拼了 että你才能看上去 oui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你好 请问是化工废料处理厂吗 对 是啊 你好 我是龙山化工的 我想问一下 上一次我们运过来的废料 现在处理了吗 你们怎么回事啊 怎么老是变来半区的 什么情况 你们厂长打过电话了 说不用处理了 我们已经把废料给你们送回去了 送哪儿 废话 那当然是送你们厂里了 行动 是 是 行 过 都检查清楚了 都检查清楚了 最危险的地方啊 往往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警察怎么也想不到 咱们选择他们突击检查过的化工厂交易 你 瞧 厂长 你这次立了大功了 彭哥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不许走 火哥 出事了 小阳 你在干吗 小阳 你在干吗 什么呀 警察 你怎么找警察 我只是怀疑 你看那两辆车在停车距离 很像我们在经销室学的那样 方便同时迅速出发 精神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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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回来了 杨志 杨志 没事 没事吧 我没事 周队 乔云莎能醒过来吗 如果能熬过今天晚上的话 应该死不了 好了 你也累了 回去休息吧 不 我在这儿守着 如果她有什么事 我有责任的 良知你听我说 那种情况下 换作是我的话 我也会开枪的 你别跟自己压力太大 我没事 你先回去 休息两天 找队里的心理医生聊聊天 对你有好处 周队 我能够住 快走 定了 回去 这次行动 我们打掉了 毒贩子的毒品三空 起货了高纯重的毒品 海洛因 五点七五公斤 取得了重大成果 我向 战斗在第一线的同志们 表示祝贺 另外 这次行动 只是我们天中市 缉毒战线的第一项 我希望大家 能够再接再厉 取得更大的成果 小飞 介绍一下安情进展 是 现场抓获的几名毒贩 已经审讯完了 他们是周边省市的 毒品分销贩子 根据他们的交代 这次马晓鹏 并没有直接参与毒品交易 而是马晓鹏的一个手下 从中引线 毒贩子直接跟乔云山 做的交易 除非乔云山 能开口指证马晓鹏 否则 我们还是没有证据抓他 这个乔云山很关键 他现在什么情况 他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不过还是昏迷不醒 加强警力 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 条件成熟 立刻提室 从他的嘴里 要挖出有用的东西来 浩军 我有一个请求 讲 提室乔云山 我想让专案座的同志参加 方向明死前 曾经去过龙肠花工 他们之间肯定有联系 说不定乔云山 能够提供方向明暗的线索 同意 如果没有别的情况 赶快 小黄 大局 你安排的那个卧底怎么样 没事 他挺好的 这次毒贩交易的低点 就是他提供的 赶快 小局 在这次行动之前 我答应过他 把白尔光抓住之后 就给他恢复身份 他的作用至关重要 我看现在还不是时间 他这个时候退毒 会是我们丧失优势 陷于被毒 你能不能再做到他的工作 我试试看吧 不过他执意退出呢 那就尊重他的个人意愿 警队讲究 也要人情 明白 谁啊 我 谁 进去 洪哥 什么意思啊 怎么走路消息呢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告诉我一句实话 你是不是警察 你可以拿枪崩落我 但是你不能怀疑我 你要不信的话 把我的心挖出来 你看看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 你们都有嫌疑 彭哥 彭哥 不是我 彭哥 别 别 别彭哥 交易地点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交易当晚 手机都被你收走了 我们根本就没法跟外边联系 整晚我们都在一起 想做点小动作 也没机会啊对不对 对啊对啊 你怎么看啊 彭哥 警察既然能盯上你 也能盯上乔云山 彭哥 你冷静点 我觉得小阳说得对 这事一定是乔云山把警察引出来的 这账咱们得算他头上 哎 老大 是我 好 好 我这就过来 老大要见我 在猪头的场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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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